近4000公斤的愛心米 在佛光山極樂寺大雄寶殿上 直接送到受贈單位手中 今天捐贈的單位 除了有學校 社區 老人關懷據點 還有很多的弱勢團體 那麼總共有41個單位 那這個希望透過 讓大家的愛心 那麼善的循環 能夠帶動社會的一個真善美 我們現在薄荷公懷協會 照顧許多基隆市的低收入戶 那目前七個行政區 共計有幫助了800餘份的物資包 每個月來做發放 感謝我們國際佛光會 然後基隆信義第一分會 的一個白米的捐贈 讓我們薄荷公懷協會 可以透過日常的物資發放 發放給社會上所需要的家庭 基隆區的佛光人 齊心成就佛光有愛 靈飢餓 愛心米聯合捐贈活動 以慈善福利社會的精神 幫助社會上苦難的人 朝零飢餓的目標努力 薄荷山除了長期慣懷地方民眾以外 這一次也結合了聯合國 SDGS第二項的減少飢餓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希望從我們的一個 基隆市開始做起 讓大家可以關心到 整個世界面臨的一個飢餓的變化 我想最後再一次感謝我們薄荷山 極樂市對於地方民眾的照顧 感謝所有參與愛心米聯合捐贈活動的 單位和個人 讓善的力量在社會循環 也為永續發展農業盡心力 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記者蔡曉君 齊龍報導